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就是往这一坐 接下来马上 你这主持人劲就下不来了 是的 因为一看到这个木在这拉着 红木啊 马上就想爆 杨老师 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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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眼 亮眼 你们三个是不是也未免太突然了一些 有点什么感觉 就是最好看的就是张亮颖小姐 那确实好看 真的好看 这是比较难得的机会 然后居然这一次就穿古装 我自己都觉得 天哪 这是我吗 好看啊 好看 非常好看 而且这个我还观察到 亮眼这儿也是有配饰的 是吧 腰上 对 有个麦 好冷 好冷 太冷了 太冷了 你看亮眼啊 穿上这衣服以后自己入戏 他想愣还自己挡一点 亮眼遮住的时候 他指甲弄出来 他指甲上有指甲 咱们现在就 指甲油 其实做美甲 宋代就有 宋代就有 宋代还有头上插花 如果今天赵磊头上沾花 我头上沾花也很正常 因为宋代男的也沾花 真的吗 我看要不这样咱们也换上 咱们拉近点 对对 换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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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正式一点 正式见面 来 来 来 哎呀 诸位好啊 诸位好 诸位好 好 咱们就何影先留个念 好不好 好 好了 咱们看看这期的旅行清单 小七拿出你的OPPO给大家念一下 我们的OPPO手机里 浙江杭州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以咱们这次在杭州这一站 的主题是找东西是吧 应该这么说 南宋曾再次见度 大家都知道 对吧 这个木然回首啊 说的是南宋 现在还留在杭州的记忆 懂了 这座城市 对于它的过往非常尊重 而且相当骄傲 南宋时代有很多宝贵的 遗留到这一刻 跟我们当代生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今天在杭州 其实就是来找南宋的风月 你看第一天我们要去南宋玉街 结束之后 我们要去中国 航方菜国物馆 然后去湖畔区 第二天 社群邻里 而且因为现在是毕业季 所以我们专门在诗和远方 最后杭州这一站 安排了最后一堂课 中国美食区 而我们最后会用非常好的方式来结束 叫做唱给杭州听 城市阳台 从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 到五千年的梁祖文明 从白军与苏东坡沉醉过的湖山 到运河的胸进前唐江的气魄 时间流转 杭州 这座生长于水边的城市 远远流长地所说着 属于它的独特起源 这一次 还有诗和远方旅行团 从它卷制浩凡的历史画卷中 去打开一段 争议所具的时代影像 南宋 自秦至南宋 杭州经历了 从山中小县到王朝国都的过程 南宋建都临安 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西洋的临安城 为今天的浙江留下 数不尽的辉煌宝藏 宋运文化节 如今每年还在杭州市上城区举办 史学家陈英确曾评价 华夏民族之文化 隶属千载之眼镜 造极于赵宋之事 现在让我们伴随 有关南宋的时光记忆 走进气韵杭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少 走进来就是了 是吧 这就是南宋玉街了 哇 今天的雨好有氛围感啊 南宋就应该下雨 没有错 北宋就不应该下雨 杭州有一句话叫 秦西湖不如雨西湖 对啊 那是 咱们往这 这就是当年最好的店面 最好的店面 十字路口 对 如果按照当年的这个经济繁华程度来讲 这个都可以说是当年世界的十字路口 经济最繁华的地方 胡敬鱼堂 胡敬鱼堂 这是个什么呀 就是它是个药房 就是胡雪岩家的买卖 这里以前都养鹤 养鹿 为什么鹿绒 就是让你看到药 药材真材实料 胡敬鱼有点饿了 咱们就饿了 那咱吃饭去吧 咱们吃饭去吧 吃饭去吧 好不好 好 吃饭去 咱们就奔那个 药芒菜博物馆 行不行 好 好 走嘞 好 这雨后非常凉爽 前面有一位是 这是我请来的 您请来的 南宋美食使者 欢迎大家 你好 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 美食 但是能不能吃到 能吃到多少 全靠你们的选择 而且选错了 可能还会有小小的惩罚 要不先听题吧 好吗 好 在南宋时 人们通常是进行分餐 还是合餐 旅行团成员依次进入 在分餐区与合餐区之间 进行选择 答案错误的成员 将作为服务员 为回答正确的一方 进行传菜等服务工作 我跟钱老师 我们就先上去等着你们 我们先上去 你们先想一想 想一想 分餐还是合餐 我喜欢热闹 不是你喜欢 是南宋的时候 分餐还是合餐 好 谁先上 我第一个 合餐还是分餐 对 这边是合餐区 这边是分餐区 我觉得是分餐 北宋应该是分餐 所以到了南宋 还是分餐 到我了 对 合餐还是分餐 对 上上刚刚老师选的是分餐区 分餐区坐那了 对 这个有没有知识 有没有文化 就体现在这个位置 选完了 就在这 不纠结了 不纠结 你好 亮姨 你好 怎么选 我比较喜欢热闹 这么大桌子 跟大家第一次见面 我还是跟大家一起吃吧 小二哥 我是觉得这样 因为南宋是很讲礼仪的 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 都彼此特别客气 有些时候要敬酒的话 还要这样敬一下 所以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离赵上刚老师远一点 好的 你看 你看这个理由又是不成立的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只是为了测验人品 是不是 就是为了测验人品 等一下 我这块全都是菜 你们几个人一无所有 你拉倒了 你们四个人 伺候我一个人 你就看你那张桌子 能放得下几个菜 我来了 小七 这儿 这儿 为什么邵老师这么孤僻 这儿 没有人愿意跟他一桌 请 坐在这儿 我其实是想选大桌 对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不能让邵刚老师 一个留守大舅 真善良 那我先跟大舅吧 坐 可惜现在去了 那我可就公布答案了 好的 要恭喜 那我可就公布答案了 好的 要恭喜 小七和张绍刚老师 接受惩罚 其实啊 这这道题不容易 是吗 因为 周 秦 汉 魏晋 都是分参制 没错 但是从隋唐以后情况变化 游牧民族开始对中原产生影响 到了南宋呢 这个和参制啊 就在 非常非常流行 宁街 中国人好热闹 好分享 这样的一种风尚 是受北方很豪爽的 兄弟民族的影响 是的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请两位服务员给大家服务一下啊 行 给你们上菜 我也是 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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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包菜名 啊 大舅哪能让你干这些操伙 不是 就是他们就可以吃了 不不不不不 什么 你们也不是一定能吃到菜的 啊 对啊 就座于和参区的成员 需通过南宋美食知识问答 解锁每一道菜 回答正确方可享用 反之菜品将由分餐区成员进行品尝 行 给你们上菜 来了 第一道菜来了 第一道菜 你得敬业一点 你得敬业一点 端粹有端菜的样子 哎 第一道菜 七壶醋鱼 今儿出题 南宋时杭州的百姓一天吃两顿饭 还是三顿饭 好像一直都是两顿饭 但是你想想宋朝已经没有宵尽了 他晚上是可以出来玩的 那怎么都要吃三顿饭才够 那可能吃的是宵夜 玩结束了再吃那叫宵夜 但是玩之前吃应该算晚饭吧 我不可能扛那么长时间 肯定跟现代人不是特别一样 如果是特别一样 干嘛问这个问题呢 对啊 这个原因 肯定要反着答 看他们多么的荒谬 所以 他们在答题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答 来 华少爷 你觉得呢 两餐 两餐 我也同意 好 所以你们的答案是两餐 两餐 好的 南宋时杭州的百姓一天吃几顿饭呢 这道菜 归他们 三餐吗 对 三餐 为什么不听我的 为什么 你给我个理由 理由很简单 就是中国在古代早期呢 确实是两餐 但是南宋 特别是南宋的杭州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经济高度发达 民间啊 拥有雄厚的财力 所以那个时候 理访制取消了 宵禁取消了 亮眼说的非常对 谁扛得住啊 你说人家张亮颖小姐 把理由已经说得如此之清晰 我主要是觉得 饿是不想出门玩的 对啊 还是想要吃 为什么就 张晓老师 你这样 你要是特别不愿意吃那道菜 可以拿回来 对 好不好 上调的 东坡肉 提问 炒菜 炖菜 羹汤 哪一类饮食 在宋代之前 百姓是很难吃到的 我觉得 我先说啊 我觉得是炒菜 羹汤呢 在三国时代就已经有了 很多了 从炒菜和炖菜来看呢 这个炒比较复杂一点 它要求火要大 觉得是 应该是一个 叫做野炼技术 因为你 你必须高火 完了快速达到温度 才能炒 所以它肯定是有那个锅才行 我感觉是炒菜吧 我觉得是炖菜 他们如果答错了 能不能把那道菜拿回来 我们没有答题 是不是这样才公平 对不对 等我说 我们放弃 我们说 我们放弃这个答题的权利 我们放弃这个答题的权利 那能不能这样 我们连续答对两道 可以把那道菜拿回来 你烦不烦 我们的答案是 炒菜 炒菜 好 恭喜你们 答对了 是不是 肯定对了 有鱼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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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他实际上 这道理不复杂 就是演练技术 薄底的铁锅 因为炒菜 必须有薄底锅 温度传得快 大家回去注意 今天的电饭宝 电饭宝里边 这个内胆 叫什么 铁锅 它比较厚 过去都是用锅 这只能炖了 因为它热传导 没有那么好 送代以后就 薄铁锅出 就咱们现在用的铁锅 其实还是送代的 哦 笋 棒林鲜 请听听 东坡肉 豆芽 火腿 爆米花 油条 汤圆 哪些是南宋百姓 可以品尝到的 哪些 放手 我先说 这个哪些肯定有 东坡肉肯定有 东坡肉 对 火腿肯定有了 火腿肯定有了 记得咱们去金华 说过火腿的历史 火腿肯定有了 油条有 油条有吗 油条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清明上河图上 好像画到过油条 汤圆糖就有了 是吧 是 糯米 糖就有了 元宵嘛 就我比较怀疑的 就是爆米花 这个爆米花有点难度 爆米花 爆米花 那时候有电影院吗 有 有戏院 戏院 有戏院 所以我觉得吧 全都有 我也觉得比较倾向 就这么选吧 他给那么多选项 挑一个多难啊 我觉得导演 不会这么为难 正确答案是 全部吃得到 恭喜 全部都是 你看看 是不是 全部都有 谢谢大舅 探编了一个 吃起来 吃起来 把那肉也拿一块 有你的 给你预备好了 刚才就跟你说 是不是让你留在这 留在这 群仙羹 哎 咋了咋了这是 什么态度 群仙羹 使者 请问 南宋卖的炊饼 是馒头 还是烧饼 什么是炊饼 就是武大郎的创业项目 有点正经好吗 答题好不好 别着急 这还没吃完呢 我们还有块 你说一个人在这站着 你们在这 得不得 得不得 说 答题 辣辣的孩子 来 赵磊 你说了算 馒头 是不是 南宋卖的炊饼 是 馒头 恭喜 好无聊啊 武林熬膳 食用油之中 动物油 芝麻油 菜籽油 哪一项是宋朝才有的 菜籽油 答对了 蟹酿成 西瓜 龙眼 琵琶 荔枝 哪些南宋人可以吃的 谁谁 答对了 酒蒸食手 提起做菜 就不得不提做菜的燃料 柴 煤 和天然气 哪几项燃料 在南宋得以应用 全部 恭喜你们 答对了 耶 送枣鱼羹 盐 酱油 醋 胡椒 哪些调料 是南宋可以食用到的 全部 全部 他已经放弃了 我没感觉 这个游戏就是不许你示范 我跟你说 这个节目组有黑幕 我跟你讲 太可惜了 这个节目组有黑幕 要不这样 这道题我们让给你 答对了你拿走 答错了给我们留下 行不行 答对了哪个我拿走 我把题拿走了 送手 鱼羹 这个不算接来之事 不算 这是凭自己的实力 对 我的答案是 全部 好 答案正确吗 好厉害 今天的菜已经上完了 你回来 你回来吧 不要 谁没点骨气 那是鱼骨 那鱼骨 少刚 少刚 还有块肉呢 欢迎少刚老师 何必吧 相间何太子 就是 回来吧 回来吧 这鱼羹很好吃 过去吃饭或者做菜 非常讲究 最讲究是什么呢 讲究食物的饮味 对 就是把食物 原来的味道 饮出来 杭州菜是 淮洋菜的一个风支 对 但是其实是共通的 其实就是一家一样 因为都是沿着 大运河起来 没有错 沟通南北 包容 融会 许各地所长 没有错 所以杭州这座城市 就有包容性 天生也有包容性 它到语言里讲过 儿化孕 它的这个饮食 很多就从开封来的 南北融合 所以中国的这种 一座城市 它一定要有包容性 对 一定要有包容性 各位老师好 您好 请大家喝一下 我们的咖啡 还有咖啡 大家在了解了 南宋的美食 又品尝了 寒舟的小吃 那么我现在 就要给大家 科普一下了 大家都知道 在唐朝是以胖为美 但是到了南宋的时候 江淮以来的南室 不再执着于 北方语性 风语的身材 而喜欢南方语性 天生的千细 但无论什么时代 在防肥烟瘦之外 健康都是最重要的 是 这就是磨洞 防荡咖啡的意义 低碳饮食的好伴侣 请大家尝一下 好 这磨洞咖啡我知道啊 这上一季陪伴我们一整季呢 是不是 我们老朋友了 没错 我们都喝完 而且又香又浓 还有饱腹感 我喝着还有一股淡淡的椰子味 对 感谢你 谢谢 好喝 是不是吃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咱们去那个喝点茶 行 这就去湖畔居了 对对 喝点茶 好 到了湖畔居 湖畔居 这个地方可是了不得 这很有名的西湖畔居 待会你们到楼上就知道为什么说了不得了 哦 这楼上的景色应该很不错 西湖实景大部分都可以在这看着景色 那是相当了不得的 在这还有比拼吗 没关系 即使有题的话 导演会说全选都有 好热闹 好热闹呀 您好 先坐 先坐 先坐是吧 好 对 欢迎大家 来到了湖畔居 好 让我们共同来品味美好的下午时光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宋代的点茶 好 谢谢 中国茶史上有茶信于唐胜于宋的说法 宋代点茶在中国茶道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和唐代煮茶法不同的是 点茶法将茶叶碾成细末 至茶盏中 以沸水点冲 先注少量沸水调高 即知量茶煮汤 边注边用茶显积符 茶墨上符 形成白色粥面 点茶不仅是送人的饮茶方式 更是送人生活美学的表现形式 让我来拿Opo拍一下 特别像打发奶油 好神奇 现在就出沫了 我也想到了 大家看啊 这个上面是 会星星月亮都会出来 像这样就很吸引我 因为我很喜欢 特别像奶套 对 好像奶茶 画面出来了啊 画面出来了啊 我咬到宅里这过程叫做纷茶 纷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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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女孩子要优雅 你这缩的声也太大了 小琪 为什么我能喝出响声 要不要我给你学一下 你刚才的声 对 为什么 对 对 大带地喝 这是茶的精华 是对的 要吸开 这是茶的精华 要吸的 这样的啊 就是要吸出声乱 吸出声乱 吸进去 我再给各位演示一下啊 喝不到 南宋 汇聪员 你们有外卖的 还有外卖的 这外卖 南宋怎么会有外卖呢 南宋确实有 南宋的人啊 没有今天的午睡习惯 但是下午家里不起火了 就不再做饭 所以点心都是从外面叫 怎么叫 当然不能打电话了 你可以派人去啊 这个冰镇水果 是不是大户人家才能吃的 诗经里面就把冬天的冰 采下来 放在地窖里 储存到夏天再用 专门有一种器具 叫冰键 对 冰键 所以南宋的生活 其实离咱们很近的 生活方式很接近 并不要 对 你可以尝一尝 这都是很标准的杭州糕点 这是定身糕 来 你尝尝这个 尝尝 这刀工太细了 这是荷华糕 南宋紫棋 杭州街头 就有豆茶的西数 豆茶 来吧 打吧 怎么豆 一勺茶粉 先加点水 调整膏状 一点点水 好 擦鞋 有节奏 油慢到快 油慢到快 好 加水了 又加水了 可以 可以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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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腹要肌打 不是酱肉圈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感觉刷钢老师在搅肉馅 刷锅里 刷锅里 快了 冒起来 你看这个墨出来了 真的呀 墨已经出来了 冒起来了 出来了 跟你说就爱赢 我这么越打越少呢 我这个还得打吧 可以 非常棒 你这个确实已经非常有趣了 好 比赛结束 好 比赛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 老师 我们俩谁赢了 两位老师打得都非常好 好 刷锅老师 非常努力 恭喜你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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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自秀 你也非常棒 你看看 所以最后结果是 最后结果 还是老师 那你带什么机会 很喜欢反转啊 赢的人可以和我们请来的 宋词老师 学唱词 这个好 好 来了 来 认真啊 前场安静 请 崩溃 放棄了 下一句是 好 等等 连起来再唱一遍 希望接下来学习的同学 能够连起来唱 好不好 行李 谢老师 谢谢老师 是对拜的 谢谢老师 不去对拜 来 老师 我先行告退了 好 接下来的学生 可以有一些更难的一些 接下来无论是谁来 他都有一个身份 叫做歌手 等一下给我们把刀 我们去歌手 那个亮眼 你让你唱歌 你也来一下 好嘞 何时似乔 人在 我心当 能悦无上 好嘞 瑞 声发拉西 二十四叫人 在 破心当 能 能悦无上 OK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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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二十四 无上 成功了 好听 好听 谢谢 有味道 有味道 好了 咱们也要谢谢老师 谢谢交唱老师 谢谢茶艺大师 谢谢 谢谢 各位 各位 现在这个时候 是一天中最最美的时候了 琴熙湖不如雨熙湖 雨熙湖不如夜熙湖 华灯刚刚出上 回头看一眼 大部分西湖石井都在这里 这是宝处塔 我们现在如果看到的 云是红色的话 那么就几乎是宝石流霞 著名的西湖石井之一 这打的灯也很漂亮 宝处塔是 钱文忠先生的三世祖 在我家谱上 这是我的一个 钱流的孙子 建立的宝处塔 那边呢 雷锋塔 雷锋西照 雷锋西照 我们家白娘子还在那 说到白娘子来 断桥残雪 苏滴春晓 哎呀真美啊 漂亮啊 漂亮漂亮 大家都享受西湖美景 刚才我有耳福啊 我听了各位歌手那个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根本离不开诗歌 对 宋人的生活 根本就离不开词 是 比如北宋时期 有个著名诗人 叫刘勇 刘三变 他大量时间生活在杭州 对 南宋的时候 叶梦德 说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话 但有水井处 既歌刘勇词 只要有水井的地方 大家都唱 刘勇词 对 我今天一天的时候 都在想 咱们老说南宋南宋 假设我们能穿越 各位都想做什么呀 我想好了 你选什么 我要开饭馆 里向深处 开那么一个小店 卖点小吃 然后呢压力也不大 每天还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有一事 你肯定没明确 你希望你的小店隔壁 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厂子 南宋当时有很多娱乐场所 几千人 你的小店肯定是躲在他旁边 闹钟取尽 对 那我知道我要干嘛了 我就开Life House 几千人的 他就开一个表演场所 我是场馆运营者 兼在一个经纪公司老板 还有版线公司老板 是吧 所有人在这有着演出 你要把刘勇签了 签约刘勇 签了 让他直播 让他做直播 让他直播 亮影 亮影 我已经给你讲好职业了 他怎么说 就在他的那些店里面 晚上负责讲笑话 赵磊干嘛 我就当个做私人吧 刘勇 刘勇 写私人 今儿 我想当小姐 JB大小姐 就可以不出门 选得好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宋代的这个小姐 跟后来朝代都不一样 宋代的妇女 有私有财产权 哦 是吗 这是当然了 第二个 宋代的妇女 婚姻恋爱都相对比较自由 不像明清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登国南山处 这就是宋朝的词 讲的就是自由恋爱的事 对啊 如果让我选回南宋的话 我想当一个书局老板 词人到最后 他是要靠印刷 真正把他流通到全国去的是靠书记 我们欢迎你到我们那条街去开店 他在那儿先在你这儿唱 在我这儿出版 完了 千寿 对 千寿 咱们一条龙吧 我帮你们做宣发 你们都到我这儿来吃 我们邀请千金小姐来 邀请千金小姐来消费 我们是买专辑的 买专辑的 我们这里从来都不缺故事 有一个故事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就在这儿 大家看西湖上最小的这座岛 叫胡心亭 岛上的有一块石碑 是乾隆爷写的 写了两个字 虫 一条虫的虫 二 一二的二 写下虫二之后 他还考大成 什么意思 那个是虫大 虫大 跟你说的一样有趣 虫 上面加一撇 外面加一个框 繁体字一阵风的风 二 外面加一个框 月亮的月 乾隆爷写虫二 意思是西湖的晚上 风月无边 这个就 这个今天天色已晚 明天有机会 再带你们去看一看 聊一聊 我爱听 明天 还有更多的故事吗 我爱听 这一片馒头山在杭州 还是有点讲究的 馒头山就是原来南宋皇宫的遗址 这个宋朝的很有意思 它的皇宫啊 它是在馒头山面向乾堂江盖的 这个也促就了乾堂江潮再次的发展 因为皇庭专门制作了这个官朝庭 可以去看潮水 而这一片呢 对我们杭州人来说 这就是皇城根下了 也是因为这个呢 你看到这个杭州 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杭州很不一样 你看房子都很旧 对 爱的就旧的 第一呢 它已经保护区了 第二个呢 确实呢 老百姓在这生活有了自己的习惯 都不能动的 没有动过 就城市这么大规模的发展 但是你在这儿可以看到的是 大家还像很早以前的那个样子在生活着 还有品位 好像前面有很多人 邻居节 邻居节 社区活动 好 但是怎么准备日中来体检的啦 准备来的 我们个学校的 准备来的啊 我们这个包粽子 哦 包小链 哦 动物节包粽子 你好 你老爸和我老公是个单位的 哦 原来铁路里的啊 哦 原来铁路里的 都是铁路系统啊 对对对 他 我爸爸和他的先生是一个单位的 可以 你看看 他这个看 哦 哦 你想看呢 他要减肥了 你要不要试试 我要不要画一下 画个你 哇 你这个比较厉害了 你还是拿着悬空的这样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没事 就比起来 这样 这个的是给你画转的 感觉厚一点 好看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先登个计好吧 今天先登个计 快快快 是这样啊 这个高低啊 我胖了 跟我眼眸好谁的 眼眸好多的 快点 咱们不好说话 咱们不好说 咱们放松啊 咱们放松啊 他就像这样说的话 你就直接剪 没事 他头发本来就在你 对 剃拉皮肤 对 可以教我吗 姐姐可以让我试一下吗 可不可以 来来 我先试是这样子吧 是这样子吧 是这样子吧 是这样 你是不是让姐的拉 这 让姐的 哦 这 让我这样 这样 这个手把它放在这里 你这个手要这样 哦 这样 哦 这个手最专利 哦 这 这个服务要做全套 一边有化妆 一边按摩 还有唱歌的 来 你来吧 来来来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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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们介绍中国著名歌手 海群会打演唱 哈哈哈哈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你的坏 你的好 你发脾气是崛起的醉 哦哦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 只有相爱 只有按摩的人最能体会 你明了 我明了 这种美妙的滋味 哈哈哈哈 好不好啊 好好好 这种美妙的坏 一条大河 我蓝宽 风吹岛花 相良安 我家就在 爱上主 听管了手工的好丝 看管了船上的白帆 曾经南宋的皇城遗址 现今杭州市上城区的温馨社区 欢声笑语与淋漓和谐的气氛中 我们感受着历史随一随暗香散去 但时光卷刻下的温度 却从未停止 一座城市的魅力在于以人为本 如今的杭州用温暖 包裹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 用关怀回馈着 每一个将青春献给这座城市的人 回忆过去总能使我们更好的 面对现实和未来 有人描述 今天的杭州是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理念 新技术从这里出发 这座创新活力之城 生生不息地演绎着别样精彩 接下来 让我们伴随着一群 即将从溪流奔赴大海的浪花们 一同去憧憬属于他们的未来 国立艺术院 蔡元培先生倡导建立了国立艺术院 所以这是这个学校最老的牌子 而且疫情以前 这个学校是敞开的 对游客敞开的 蔡元培先生的像 伟大的老师 真的他们的学校的设计 是不是就很有艺术气息 对 很杭州 像一个对着西湖开放的一个大厅 对 是吧 感觉每月二的学生 应该都很有自己世界的画面 雷 你在学校待得多吗 不多 所以我就说 其实我也很羡慕的 到了大学你开始有了 对自己的喜好的 的重新寻找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开始接触社会 你开始接触不同的人 对 然后开始自己和社会和现实接触 碰壁 然后自我疗伤痊愈 是 整个过程 一点一点的融入社会 它其实这是整个的那个大学 大学是一个接触社会的过程 对 接触社会的过程 宋徽宗 书法的文化成就非常的辉煌 对后世影响提大 在当时就创造了书筋题 是书法史上极具个性的一种书题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系 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专业 我们今天就来感受一下 在这里上他们的大学最后一堂课 书法学与教育 本科四年级 朋友们 你们好 哈喽 你好 你好 谁是班长呀 班长 快来来来 班长先自我介绍一下 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 来 看着镜头 大家好 我叫熊喜国 给班长一些信心嘛 好不好 来 熊同学 说 那个 不是 你给赵磊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叫 为什么叫书法理论教育 就是除了技法之外 然后更加地会注重一些 理论的学习与协作 对 你们班多少人 我们班是十五位 就是 十六啊 优优叶班长 - organiz像是十二人 班长优叶班长 班长忘了自己 所以咱们班一共有十六个同学 老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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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个 搞了那么多设限机 怎么弄呢 没错您就该怎么上课怎么上课 大学四年到目前应该是接近尾声了 28号中午前 所有同学的作品必须送到西福美术馆部长 评完封以后给出分数 咱们在座所有同学四年的学业就宣告圆满结束 学校此地不可久留 这个考上研究生的同学 9月1号再来报道 考不上的同学就卷气铺盖 离开这个美丽的校园 大一进来的时候给你们讲 我们要从阅读到记录到书写到表达 我刚才来的路上我在想 你们大概就完成了后半部分 前面的阅读跟记录几乎做得比较空白 我经常跟你们讲我们搞我们这个专业 最关键的一点你要很大量的阅读 要很开阔的视野 要培养一种思想力 还有艺术的感受力 你没有这种阅读啊 你凭空想想躺在草坪上 钉在一个手机 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阅读跟记录这一块 还欠缺一些 毕业创作这一块呢 咱们办法蛮有特色的 目前看起来蛮有特色的 但是呢 也存在了几个问题 投入的疯狂不够 你自己都没有进入疯狂 忘我的状态 你怎么去感染观众 这是我经常跟你们讲 原先以为你们的毕业创作 应该是每天通宵打蛋 写到手码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 全班听到这种好像很少 大家都满脸都是红 红韧的很 说明这个忘我的程度上 还欠缺一点 但是呢 我能感觉到大家已经很努力了 如果再给你们两到三周时间 可能会拔 拔 会拔上来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毕业际语 很简单 考上研究生的同学 一定要全心全力的 在本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要写出好的文章 写出好的创作 考不上研究生的同学 我建议你们 也不要乌在寒桌 天天躲在一个房间里 有工作的去工作 在工作上 锻炼半年 你就知道你这四年缺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书法的这个艺术生命的周期非常长 只要你们现在都开始用工 像那个袁隆平先生一样 一辈子干一件事情 你们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物 所以在座我们十六位同学 还是向我大意跟你们讲的 你们进来是一条船上的所有的船员 现在到岸了还是十六个 今后迈向社会了 还是这条船上的所有人 一个都不能落下 要坚持 坚持到最后一定会成功 我给大家同学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些 好 谢谢大家 大老师我们大家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可以下来准备看一下 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大家做的一块拼图 然后同学们的留言已经写好了 然后这里中间的空白 希望你可以也给我们留下一些记忆 大学四年级 所有的一些 所有的珍贵的一些片段 我们都放在这里面 蛮用心的 我们也在上面写了一些自己的话 我们就希望 给自己 给这个班级一些一个纪念 就是这个结束之后 我们每个人 每位同学都收藏一块 十七片 十六位同学 再加上带老师 我喜欢这个创意 这个创意蛮好 跟对爱好一样 对 就死杀的人群 这个是拼图 对 然后这个是小韩画的 把我画的这个 像大头娃娃 带老师是比较严厉的吗 听他们的评价 为什么要说两遍呢 强调 爱小七 你觉得带老师厉害吗 厉害 你在那块听着的时候 你感觉 老师一进来 我就不敢看他眼睛 就是来自一种学生的 那种下意识的基因就出来了 我在小七后面 带老师在那儿 考不上的 卷铺盖 走 然后小七 是不是您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他们真的太乖了 我天天让他们 这个野蛮一点 野蛮不起 你看刚才 您进来之前 我在这教室的时候 我说你们平时就这么安静吗 比较安静 大家说 是的 比较安静 就是很安静 那您不想办法 刺激他们 让他们不乖吗 过了那个 跟他们能一起玩的那个年 如果再 晚前倒退个 15到20年呢 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玩 咱们呢 现在要转变心态 不是咱们和人玩不到一块 是咱们要恳求人的 带咱们玩 他们也不肯带着我玩 对吧 我有一次在那个上天主 远远看见这个 欢迎期的背影 我看到你 你没看到 我看到你了 然后你叫他了 喊了他就管自己两个人 不知道谁 就管自己走了 喊了也没用 普通话不太准 他听不懂 我特别认同 戴老师最后说的那段话 就是 考不上研究生 还想接着考研究生的同学 请你们一定不要躲在出租屋里面 整天就在那待着 尝试着和这个世界接触 是很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你可能会觉得 在那个接触过程当中 有特别多的 从来没有过的喜悦 开心 但是也一定会有 从来意想不到过 不到的 难过和挫败感 但是你只有把那些都经历了 你的人生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你就像他们两位小朋友 你看小小年纪 他们经历的风雨多了 戴老师讲的那番话 对我来说 也算是一个典型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我们可能在中间 有谁去了别的船 或者是我们走向了不同的航道 但是其实的这艘船 它对我来说 永远都是 承载着我所有 继续去前行 继续去面对 未来风浪的一个 勇气在 所以希望 你们的班级 你们这四年的大学时光 还有戴老师 还有你们身边所有的同学 也依旧是你们未来 未来路上面 能够让你们继续有勇气 勇往直前的存在 真的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我对学校的感受 更加的奇怪一点 因为我是相当于是 学习和工作 是同时并行的一个状态 所以学校对于我来说 像是一个安全城堡一样 因为在学校里 没有人会在乎你是谁 都是比较自然和放松的状态 再回到五年前 我可能不会选择这个行业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缺失的是 我的人生中 很重要的 课堂经历 对 课堂经历 经历了一些事情 你自然而然 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享受现在 然后对未来有憧憬 然后不做一个 被世俗所同化 和被牵着鼻子走的人 说得好 总之各位同学 就特别简单 开放心态 努力尝试 你们现在最大的资本 就是年轻 一定要努力的尝试 所以你们这个空白处 是要让老师提的是不是 提啥东西呢 大老师 要不你写这个画 小韩画的人 谁画的 代老师自己给念一下 吃聂小韩画无大头照 神情仿佛 可爱也 神情仪秀 是 一夜快乐 华少 也是巧 咱们上一季的《诗和远方》 也是在江边 也是在前当江江边 是在海宁 当时看前江潮 我们当时是在前江潮的发起端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 是每年前江潮的尾身端 从这儿再往前走 就到入海口了 入海了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叫城市阳台 这个地方是全杭州人的阳台 这半边就是 我们整个杭州 在夜晚的时候 可以看到最美的 前江江夜游的景色 我们将城市的外幕墙 全部做成了 我们向世界 表达欢迎的一个景观 好漂亮 那个是什么 明年亚运会的场馆 那个 就是那个 真的很漂亮 亚运场馆 全国的 还有诗和远方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杭州 这里是 月亮刚刚升起的杭州 这里是 你平时在画册上 在电视 在短视频里 看不到的杭州 这里是我们这一群 在这里探寻 从南宋开始 到现在 不断变化 又坚持自己的杭州 我们认为一天中 极美的时刻 而接下来看到的 是我们在杭州 唱给这座城市 和你听的 这一首歌曲 让我们首先欢迎 张亮颖小姐 好 好 我离开前堂的第三年 时常想起那个夜 走在古旧城墙边 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机尾 还有划过周围的脸 我怎么能不想念 蓝幕皆是黑夜 闪闪门荡在我面前 唱起歌来的时候 灰声穿越 这么近那么远 走在世界的后面 我买手讯录 不愿看到内心的亲脸 这么近那么远 现实和梦境相跌 月光交接 谁与光线 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 我离开前堂的第三年 时常想起那个夜 走在古旧城墙边 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机尾 还有划过周围的脸 我怎么能不想念 蓝幕皆是黑夜 闪闪门荡在我面前 唱起歌来的时候 灰声穿越 这么近那么远 走在世界的后面 我买手讯录 不愿看到内心的亲脸 这么近那么远 现实和梦境相跌 月光交接 水云光线 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 有风吹过的触感 在十字路口开魂 我以为终于不怕 说再见 这么近那么远 走在世界的后面 我买手讯录 不愿看到内心的亲脸 这么近那么远 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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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你还是有心意 然后再说 你还是有心意 你们想念 你还是有心意 我想念 了解 dyp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夕阳山外山 This is magical world Feeling better with surreal Never thought I'd be so proud of anything in life We're in a dream to fly You hold me so tight Don't be sad to say that magical world I'm true 天之鸭 地之鸭 之鸭 I know this is magical world Magic magic world 一壶桌就寂寞 今宵别忘了 This is magical world 每天清新一起度过 一起牵着手 在那藏的孤独那游 西湖的传说 前百年都没变过 想到什么就放在前座 美好的生活 情节里酒一杯 上生里的醉 万君子去几世欢 来世莫徘徊 This is magical world Feeling better with the view Never thought I'd be so proud of anything in life We're in a dream to fly You hold me so tight Don't be sad to say that magical world 闹念 twenty thousand 問君子去几世欢 来时我徘徊 来时我徘徊 送给时宇远方所有的新老朋友们 下一集我们再见 下一场青春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唱着青春是一条长河 谢谢你陪我度过 不经意回头去 这条长路起伏波折 在心底的勇气 是黑夜里沾山孤寂的旋律 正远去的青春啊 你还记得吗 那些年车吗 大美维啊 我非常乐爱生我家 我的这片土地 顾山会不停地召唤人 戏曲啊最终 物举最精华 我们曾追逐的梦 是否有梦 为什么一定要坐上火箭 并不是每个人的梦想 都是宇航员啊 火把这个事没有标准的 对 琵琶为什么会成功呢 因为琵琶 琵琶 此星光明亦赴何也 最宝贵的陽明星学的文化遺产 飘有雷 七十三星 求我數次 蓋其今夕 這個說不定是說的 到彩虹 未知不去 未來的體力 有我和你 我們一起 踏過的 走夜上風雷 這個地方啊 就是整個天胎沙的能量的核心 太漂亮了 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 就是當你認清到生活的本質的時候 你仍然熱愛 是的 平生不到江山縣 林老師叫做一來 真正好的朋友是不管分開多久 再見的那一刻就是昨天 我覺得這一節在節奏的變化上 小七特別 小七相當自在現在 內心有力量的人的話 你是不怕失去了 我覺得生活一定是快慢相結合的 哇 啊 桃哥 謝謝各位 下期見 拜拜 拜拜 還有適合遠方參與 家鄉安利大會 真搞活動贏福利 關注抖音熱榜為觀 還有適合遠方更多新鮮